灰瑞BNT疫苗被许多民众视为是疫苗界的No.1 的确它的防护力高达95% 小胜莫德纳的94.1% 也比AZ的76%高 但近期在以色列还是有人打了两剂灰瑞后染疫 甚至还变成重症 灰瑞 莫德纳 AZ对抗病毒以及变种当然还是有效 但以色列阿舍杜德医疗中心的研究员 发表在期刊的数据指出 有152名接种两剂灰瑞者还是染疫 而且严重到要住院 有40%他们的免疫功能低下 他们有71%有高血压 48%有糖尿病 27%心脏衰竭 24%有慢性肾脏和肺部疾病 24%癌症 19%有痴呆症 可见少部分完全接种灰瑞 但有慢性病跟多种合并者的患者 仍有可能出现重症 以色列6月中才因为疫情趋缓解除室内口罩令 民众开心庆祝生活恢复正常 外出购物吃饭不再害怕 但解封不到一个月 一切因Delta回到原点 从6月初的十几二十几例确诊 篡升到6月下旬的两三百例 到7月13 1275例 7月14 720例 7月15 952例 除了恢复防疫规范外 以色列还想再次用疫苗 重返防疫模范身的排行榜 被防止猪猿率攀升 以色列12号开始为患严重疾病的成年人 接种第三剂疫苗加强针 以色列是全球首个批准第三剂疫苗的国家 以色列接种至少一剂的人口比为63.4% 完全接种率则为57.5% 在全球缺苗之际还能有那么高的施打率 并还要针对特定族群加打第三剂 有部分要归功于辉瑞执行长犹太裔的博尔拉 原本10月才会送到以色列的辉瑞疫苗 因为博尔拉跟以色列的好交情 提前至8月1号送达 以色列那么急 除了因Delta蔓延 仍有患者达两剂辉瑞重症 而且研究指出辉瑞防感染保护力 从九成下降到64%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变种病毒演化 真的太快 初期疫苗研发大都是针对最原始的新冠病毒 但之后出现多种聪明的变异病毒 他们入侵人体细胞的效率更快更深 在空气中存活时间更长 患者病毒含量变高 降低了原有疫苗效力 科学家研发的加强剂 不只要对抗目前最常见的印度Delta跟英国Alpha变种 病毒源源不绝的突变 新冠病毒未来只有可能流感化 未来定期接种 可能将成为生活的日常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